听觉行走 文化港目 听世界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 听世界 本节目统策划 陆明 监制 林静 编辑 蜜爱芬 演绎 谢涛 制作 阿詹 接待完鱿鱼 其木工有些闷闷不乐 鱿鱼是个人才 可惜是别人的人才 自己呢 白李熙和简叔是人才 但可惜啊 那都是老人才了 老的都走不动路了 而公孙芝的身体也是一天比一天差 急需人才啊 怎么样才能把鱿鱼弄过来呢 正发愁呢 看到内史料了 内史料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人叫料 他的官职呢 是内史 这个内呢 就是内容的内 史呢 就是史记的史 那这个内史是个什么官呢 这个就类似于现在的总经理秘书了 当然不是小秘 是正经的秘书啊 负责起草各种册书什么的 于是秦木工就把他叫过来了 就把自己的烦心事告诉他了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 在老板在核心身边当秘书 机会很多的 只要老板有情绪波动 把烦心事一告诉你 你的机会就来了 对于内史料来说 也是如此 自己的老板把烦心事告诉他 问他怎么样才能把鱿鱼弄过来的时候 内史料的人生转折点就来了 内史料说 主公 这事儿简单啊 咱们不仅要把鱿鱼留下来 而且还能把西戎顺手给灭了 秦木工没想到啊 这内史料好像真有两把刷子 说得简单 听说西戎国主很亲民啊 也不折腾自己的百姓 那是个好银啊 咱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内史料接着说 我听说好人之所以为好人 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干坏事 就说咱们吧 从前哪有这么多的楼堂管所呀 不都是后来跟东边那些国家学的吗 依我看呢 咱们弄些个柔情似水的美女 再弄个编队 弄个组合 给西戎国主送过去 你看他还有没有心情 跟他的百姓在一起 看他以后遮不折腾自己的人民 到那时候 等到他众叛亲离 咱们大军出动 他的地盘和人民还能跑得了 内史料说完 秦木工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 心说这小子 平时不说话不说话 不坑不哈的 鬼心眼还不少呢他 原来这也是个人才啊 不管怎样 秦木工觉得内史料的办法挺好 当下就组织收拾了十六个美女 都是属于那种家人游在厅堂外 单纯为其笑仙文 骚得要命的货色 然后又配了整一套的管弦乐队 也就是咱们现代比较流行的音乐组合了 然后派人送去给西戎国主了 同时又报告西戎国主 就说秦木工喜欢鱿鱼这人 希望他在秦国多留一段时间 以便加深了解 就这样鱿鱼流到了秦国 自从接受了来自秦国的音乐组合 西戎国主那是夜夜升歌 天天happy together 果然被十六个秦国美媒弄得是神魂颠倒 当来自秦国的音乐组合 奏起春秋时的pop music 当这些秦国美媒毫无保留的 以原生态跳起钢管舞的时候 西戎国主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才明白 原来自己过去的几十年都白活了 自己号称是西部游牧民族当中最强壮的男人 而事实上好像在此之前 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做过男人 于是每天的时间基本就在床上度过 如果不在床上 也在去床上的路上 一年以后啊 你就别说是人了 就是变形金刚 这身体也被搞垮了 于是西戎国主基本上就变了一个人了 他手下的人民也基本不认识了 在这个时候 齐木公放鱿鱼回去了 临行前 公孙芝来送别鱿鱼 用晋国话向他道别 哎 兄弟 如果回去不如意的话 来我这 我老了 我的位置给你留着呢 鱿鱼听了 感觉很亲切 不过他什么也没说 西戎国主待他也像兄弟一样 他是不会背叛的 然而 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鱿鱼的意料 回到了西戎 在鱿鱼的面前 居然有了一座城堡 您要知道 西戎可是游牧民族 不需要城堡的 这个城堡里 住着西戎国主 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 可是他身边 依然是十六个秦国美女 日夜陪伴 一个都不能少 而西戎百姓的脸上 再也没有笑容了 只有怨恨 由于这回没有犹豫 他直接就回了秦国了 一年之后 秦国由孟明氏率领大军 西征 催枯拉朽一样 扫荡西戎 西戎国主 已经被秦国美媚 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哪还有什么资本雄起啊 眼睁睁的 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了 从那以后 秦国外有孟明氏 内有鱿鱼 继续秦国的强国事业 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 你想摧毁一个人 那你必须麻痹这个人 让他享受 让他自己毁灭自己 这就是教训 倒过来说也一样 当你自我享受 到达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的时候 抱歉地说一句 你离灭亡也不远了 好吧 这个时候就让秦国自己玩去 咱们暂且不说他 回头我们继续说 晋国的故事 飞机已落地 离你 没距离只可惜 不再相聚 说好一分力 心情美丽奇迹 情却只剩下几雨 我太渴望你的意味 你给我的机会 好像永远的不对位 那是谁不对 我既许又强悴 心碎你也无所谓 爱情自己收回 别太自以为 你不过这是其中讨厌的一刻 让我彻底崩溃 忘了啥事对 起步偷偷的 在心里作祟 在一个人乱碎 只不过自我陶醉 忘了我是谁 给自己安慰 怎么会寂寞 分离我轻易脱离 离开你也不过是刚好而已 飞机已落地 黎明没距离 我们从此不再相聚 我太渴望你的意味 你给我的机会 好像永远都不对位 那是谁不对 我既许又强悴 心碎你也无所谓 爱情自己收回 别太自以为 你不过这是 其中讨厌的一刻 让我彻底崩溃 忘了啥事对 寂寞偷偷的 在心里作祟 在一个人乱碎 只不过自我陶醉 忘了我是谁 给自己安慰 怎么会寂寞 怎么会 我继续又憔悴 心碎你也无所谓 爱情自己收回 别太自以为 你不过这是 其中讨厌的一刻 让我彻底崩溃 忘了啥事对 寂寞偷偷的 在心里作祟奋 在一个人乱碎 只不过自我陶醉 忘了我是谁 给自己安慰 怎么会寂寞 怎么会